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謝菲Daniel 免費旅遊好介紹時間 今天不是要介紹旅遊點 而是在年初我想跟大家分享 當你生日的時候 原來是可以很多人跟你慶祝的 怎樣可以吃到一些免費的生日餐和飲品呢 在加拿大 譬如溫哥萊的城市 很多的餐廳食肆都會為一些生日朋友 提供一些免費的birthday meal 如果大家之前是預備好的時候 當你生日那天 無論你自己 家人 朋友 甚至乎海外的一些遊客 都能夠在你生日那天 能夠享用這些birthday meal 這條片我會和大家分享 究竟溫哥華有什麼地方 可以吃到這些免費的生日餐 以及我曾經吃的經驗 以及怎樣去登記 真的可以由早吃到晚 早午晚三餐 又加上下午茶 是否說起都很開心呢 首先預祝大家生日快樂 Happy Birthday Let's Go 好 不如由吃早餐開始 第一間要介紹的就是Dennis 在門口已經貼了這個免費早餐的poster 我們不如進去看看 這個生日餐是唐食的 記得帶著你的Picture ID 有照片證件證明你的生日 進去用清潔液洗手 還有可以留下你的個人聯絡資料 以防萬一 這個早餐就叫做 Grand Slam 大滿貫早餐 有什麼吃呢 有雙蛋 兩條香腸 兩件的煙肉 還有兩件大的Pancake 哇相當之豐富 好了 吃完早餐之後 不妨去漁人碼頭 Steveston走個圈 第二間要介紹的就是這間 很有名的Pegos的炸魚店 可以在這裡吃午餐 你可以選擇有Pot 有Salmon 和哈利伯 有兩件炸魚 一件炸魚 配薯條 不配薯條 甚至有炸魚包 可以釋除專便 可以自己挑選 那生日的朋友 就事前上去的網頁先登記 到時有E-mail 就會通知你 你就去店裡領取你的 生日炸魚 它的做法就是 你買一份就送一份 如果你買兩件Code 加薯條 你就給一份錢 它又有兩份給你 你兩個朋友去 沒有人一份 你的份是免費 如果你大吃的話 你就可以吃兩份 我買一份 其中一份 都是免費的 YES PLEASE and some lemon Thank you 這是生日炸 你生日不只是那天才可以吃 譬如你1月1日生日 你在1月份 任何日子 都可以去領取你的炸魚 也是相當之彈性 很方便 因為疫情之下 下面的浮台 就沒有糖吃 在岸上 就有些桌子 隔開了 可以在這裡吃炸魚 通常大家可以 買回去外賣 或者回家吃也可以 即時吃 當然是新鮮些 好了 到吃晚餐了 第三間要介紹 就是這間 叫做Red Robin 好出名吃漢寶包的餐廳 因為疫情關係 你可以選擇去糖吃 或者是Pick Up 今天我就點了 這個生日漢寶包 之後就到店裡 就拿走了 生日的朋友 記得早點 上他們的網站 去登記 成為他們reward的會員 他們的email 會通知你 你生日的時候 去領取這個漢寶包 不只是你生日那天 可以拿 而是在月份 跟炸魚一樣 那個月 任何一天 都可以去店裡 去領取你的漢寶包 相當之貼心 那現在看看裡面有些什麼 這個就是他們店裡 很出名的 Mad Love 我以為 瘋狂之愛漢寶包 相當之豐富 很多 有外油果 有番茄 有羊肉 好 到甜品了 第四間要介紹 就是這間IHOP 這間餐廳 是主要吃這個Pancake 下午茶 大家可以進去吃Pancake 也需要在網上登記 成為他們的MyHOP會員 到時生日的時候 也有免費Pancake 可以去吃 第五間就是Starbucks咖啡店 成為他們Reward的Members之後 每逢生日 他們都會送你一杯 免費的生日咖啡 通常他會給你選擇 任何一種咖啡 都可以在網上 或者Apps去登記 第六間也是咖啡店 是Wave Coffee 成為他們的Reward Program 的Member之後 你生日那天 也會送你一杯 免費的香龍咖啡 同樣可以在網上 或者用Apps去登記 只要用手機Doodood 就可以拿杯咖啡 第七間都是咖啡店 Brands Coffee 你生日那天 進去咖啡店 告訴你 今天生日 書書書證件 他會送一杯免費咖啡 給你 你也可以加入他們的 Friends or Brands咖啡 之友 他有新優惠的時候 就會通知你 也是相當不錯的 最後一間要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這間叫Check Time 這個台灣的一個很出名的 波霸奶茶店 叫做日出茶泰 成為他們的Reward Member 你生日可以喝到他們的 台灣的波霸奶茶 今天影片分享到這裏 看完之後 是不是覺得很想在生日那天 就可以吃完所有的生日餐 和這些 這麼美味的飲品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不妨給我一個Like Subscribe 和Share我的影片 希望日後我繼續可以 再找多些不同的 免費的一些 餐飲 去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下面Description 都會有些 申請會員 或者Reward Program的資料 網頁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祝大家生日快樂 下次再見 拜拜